不孕不育是指夫婦性生活正常 並指在十二個月內 沒有採用任何避孕措施 而妻子仍未能成功懷孕的情況 在中醫角度 男女雙方到達一定年紀 自然腎氣沖、天季節 而在任物氣血暢通的狀態下 女子產生月經 男子精氣沖淫 兩性相交就可以構成胎癮 但肥胖的患者多為談濕型的體質 多見於平時飲食不折 喜歡吃甜食、飲酒和不喜歡做運動的人 這些生活習慣令談濕積聚體內 脾胃運化失調 女士肥胖令包公氣血阻滯不通 而男士肥胖影響性交狀態 或精子質量 所以難以相交成癮 這些患者除了身形肥胖之外 還會出現痰濕症狀 包括性欲下降 毛髮多 大便難 好易累 多汗 面油多 易出暗瘡 胃脹、胸悶等症狀 針對女性患者來說 臨床上經常見到多囊卵巢綜合症 和超重或肥胖有關 肥胖會影響身體內分泌平衡 從而增加患上多囊卵巢症的風險 患上這個病會影響正常月經規律 也會影響排卵和懷孕的機率 還會引起身體各樣代謝的問題 例如多毛、脫髮、血糖膏等 是非常困擾肉齡期的婦女 治療方面 中醫都會建議以調理、脾胃及幫助患者 減重為根本的治療原則 飲食上我們會建議患者少點吃甜食、生懶食 及各種肥膩的食物 及避免暴飲暴食 最重要是日常進行適量運動 保持血氣通腸 我們都會建議患者 平日可以飲一些普里茶 去消食、養胃、去油解脂 以下我都會介紹一款茶料 給一些痰濕型體質 而且減肥的人士日常飲用 這個茶叫山渣缺明蜜芽茶 材料有蜜芽、缺明子、山渣 做法是將山渣缺明子及蜜芽 加水煲30分鐘 然後關火焗5分鐘左右 就可以代茶飲用 作用是健脾、消食及倒製 可以針對飲食職制及 體型很壯實的肥胖人士 但要注意 如果已經懷孕的婦女便不適合飲用